大家好 欢迎来到Mets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的预定音变量 那之前呢我们也学过我们的F语句 那这节课呢我们把它结合到一起 来看一下这个预定音变量 包括F语句 在实际案例中我们是如何来应用的 那这节课呢带着大家 来做一个简单的网页版的计算器 那主要实验的功能呢就是简单的 加、减、乘除以及取语 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一个CLC 第八个 首先呢来一个表单页面 提交到当前页面就可以 以Post的方式来提交 接着来一个数字 Input Text 起一个名词叫No.1 再来一个第二个数字 No.2 两个数字一个操作符 No.2 再来一个OP 选择一个操作符 通过Select 单选下拉框就可以 起一个名字 OP Option 加 完成加法的操作 那现在呢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操作符 完成不同的功能就可以 再来一个乘 除 最后一个取语 接着再来一个按钮 点一个计算就可以 input Submit 计算 这样的一个形式 一个简单的 网页版的计算器 大体形式就已经成功了 那接着你可以写一个 1 选择一个操作符 2 一点计算 出现结果是 1加2等于3的一个效果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应该接收一下用户填写的数据 包括操作符 接到之后呢 我们根据不同的操作符 完成不同的功能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接着在这来看一下 在当前页面来接收一下数据 那现在表单一页 post的方式发送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 dolls下号线post的预定变量 或者是通过 dolls下号线request来接收 第一步 接收数据 dolls number1等于 dolls下号线post 根据名字来找到对应的值 number2 dolls下号线post过来的 number2 还有一个op 接收到一下post过来的op 操作符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操作符 完成不同的功能 你需要来判断一下 if dollarsop等于等于加号的时候 完成加法的操作 完成加法 else if dollarsop要等于等于减号的话 完成减法的操作 再往下 以此类推 op等于等于乘号的时候 完成乘法的操作 最后还有除法 op等于等于除号的话 完成一个除法的操作 再往下 还有一个取语 完成取语的一个操作 这样的一个形式 else呢 可以来一个非法操作符 echo一个非法操作符 好 首先如果加法的话 应该dollarsies 计算结果 应该是number1 加number2 那减法呢 应该是做减法 两个数字做减法 比较简单 乘以dollarsnumber2 接着再往下 ies等于dollarsnumber1 除以dollarsnumber2 接着还有一个 ies等于一个dollarsnumber1 百分号dollarsnumber2 这是计算结果 那最终出现的效果呢 应该出现这样的 iq一个 dollarsnumber1 dollarsop dollarsnumber2 等于应该是结果 dollarsies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试验一下 一会儿呢 再来完善 那首先看到 当你什么也没写的时候 第一次 是不是应该 不出现这个东西啊 对吧 必须写了是数次 这两个数次 或者你点了 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再来开始计算吧 那首先呢 在这第一个 应该看一下 第一种形式 可以来得到一下 这个按钮的值 看一下你是否点了按钮 name等于一个 有几个名字 叫计算 或者说Btn 看一下这个按钮 是否有值 或者叫sub 是否有值 如果有值的话 你再来做一下 这些操作 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出现一个 请输入数字 进行计算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如何判断 是否有值呢 我们可以接收一下 dollarssub 等于 dollarsies 要先post过来的 sub 那第一次 你来打印它一下 看一下 dollarssub 当你没有点按钮的时候 它是没有的 是一个no 是一个no 那这时候 我们要检测一下 变量值 是否被设置 是否有值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函数 来帮你实现 用到一下 asset函数 检测这个变量 是否被设置值 第九个 asset 检测一个变量 是否被设置 什么叫 是否被设置呢 那只要是变量 有值的话 值不为空 这个函数 就返回为真 只要变量有值 并且值不为空 asset返回为真 除 否则呢 返回为假 false 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写成一个dollarssub 等一个1 挖dump一下 打一下它的返回值 asset dollarssub 那这时候呢 变量是有值的 它应该返回 tru 可以来试验一下 你看到 tru 那接着你再写一个 dollarssub 等一个0 这也是有值 同样的 也是除 那再写一个 dollarssub 等一个空字幅串 同样的 只要有值 值不为 non 它就为真 那你再来写一个 dollarssub 要等一个non的话 此时 asset返回的是 假 你看到 返回的是false 这是一个 那接着再往下 和asset对照着来记得 还有一个很好用的 以后也会用到 可以通过empty 检测一个变量 是否为空 什么叫为空呢 也就是转换成 布尔类型false的那些值 false的 那几种情况 我们也可以带着大家 简单的来测试一下 正好回顾一下 之前去的内容 首先定一个变量 dollarssub 整形里边的0 你直接挖dump一下 empty 检测一个变量 是否为空 那这时候 那这时候 如果为空的话 返回为真 如果为空 返回 处 否则返回false 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那现在呢 应该返回的是处 你看到处 那再往下 再换一个 浮点类型中的 0.0 也是假 就是转换成 布尔类型假的 它都会返回真 第三个 字符串类型的 空字符串 你看到也是真 包括字符串的0 这时候 它也是真 还有什么呢 再来一个 布尔类型的false 也是真 你看到也是真 包括空数组 包括一个now 它也是真 也是真 还有一个空数组 dolls1 等一个array 这叫做空数组 也是真 这样的效果 好 那这两个函数 比较好用啊 有了这个excit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一定 立马就来计算 应该看一下 用户是否点了这个按钮 那可以来判断一下 判断用户是否点了 计算的按钮 那这时候可以判断一下 if is set 一下 dolls sub 如果有值的话 应该出现什么呀 应该出现 刚才我们计算的那些结果 来格式化一下 来一点缩近 那如果没有值的话 iOS请输入 echo一个 请输入 数字 进行计算 这是第一种 第一次的时候 你来看 应该出现一个 请输入数字 来进行计算 这样的效果 再来个点点点 那接着如果你直接点计算了 你看到出现的效果 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现在用户什么也没写 那默认的 接到的是不是一个 空字不串 这样的效果 那必须它们两个有值 而且接到的值 一定是什么呀 一定是数字的才可以 对吧 12 加上一个1.2 这都可以 但是呢 你不能过来一些非法的 假如你形成一个 2ABC 包括1.2的 什么SDF 这样的形式 这不是对的 对吧 因为计算 简单的 我们是对数值型 来进行计算 这时候呢 需要来判断一下 发过来的是否是一个数字 或者是一个什么呀 数值型 这样才可以 才来完成我们的运算 那接着呢 我们是不是学过 通过谁 来判断一下 是否为数值型呀 是不是通过一个 A4 Numeric呀 对 那接着我们再来判断一下 如果发送过来的不是的话 我们就不用计算了 那如果是的话 再往下来计算 把它拿过来 判断一下这两个数字 是否为数值型 是否为数值型 可以通过A4 Numeric A4 A4 Numeric的 Dollars No.1 并且 Dollars A4 Numeric的 Dollars No.2 它们两个必须都为数值型的话 再来进行计算 else 写生一个 Exit 或者IQO一个 不是数值型 非法数字 重新输入 这样的效果 如果是的话 再来进行计算 来把它格式化一下 这样写完之后 你再来看 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我们才完成 写成一个1 加上一个2 一点计算 结果是1加2等于3 那再来写成一个3A 写成一个2 3B 或者写成一个3 一点计算 非法数字 重新输入 那接着再换一个 写成一个4 除以一个2 结果是2 也没问题 那再来一个4 除以0的话 那首先 0不能当作我们的 被除数 你看到 写上一个非法数字 重新输入 4 除以0 你看到 产生了这样一个警告 这是不合适的 对吧 那接着算出结果 也不合适 如果出现0了的话 应该告诉他 0 不是合法数字吧 对吧 被除数不能当作0 如果不是0的话 再来进行计算 那这时候 应该这么来写 在做除法的时候 判断一下 No.2是否为0 判断 No.2是否为0 接着再来做这个云算 如果不为0的话 才能做除法 判断一下 if 到了4No.2 如果要是等于等于0的话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 说出一句话呀 else 再来进行 给我们刚才这个计算 那这时候输出一句话 写成一个 0不能当作被除数 是不是结束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往下走 来进行计算了吧 对吧 那接着你看一下 写成一个4 除一个0 0不能当作被除数 但是呢 你看到程序 是不是依然往下执行啊 那此时 是不是应该程序执行到这儿 就终止就可以 好 那像终止程序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样两个函数 来简单实验一下 EXIT 有了它之后 就可以实现我们这种效果 你先echo一个 一行一 接着EXIT 程序碰到EXIT 或者是带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终止执行 就不向下走了 终止执行了 那接着你再eco一个R2 你是看不到R2的 这样的效果 来运行一下 只能看到三个腰 或者你用带效果是一样的 你写成一个带 它们两个效果是一样的 这样的形式 那我也可以在终止的同时 输出一句话 可以使用这种形式 接着一个带 接着写成一个 GameOver 结束了 可以在终止的同时 抛出这样一句话 eco一个R 你看到 在程序结束的同时 你会看到一个GameOver 有了它之后 我们就可以实现刚才我们想要的一个形式 碰到是0的时候 就不用向下进行计算了 再来看 找到它 写成一个 如果是0 把eco换成谁呢 换成一个 exit或者是带 都可以 那现在呢 就不会走到这一块了 碰到它 立刻结束 写成一个4 除以一个0 一点计算 0不能当作倍除数 这样一个形式 那现在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我们就实现了 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是对我们的 if包括预定因变量的一个简单应用 带着大家做了这样一个计算器 下来之后呢 大家自己尝试着 把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器 做成功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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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